周末,雪球APP用户,at1依然范德彪,关于一年赌约的帖子,在雪球社区引发热议,以下为作者原帖。 从春节后,就不断有留言,问我一年赌约的事,我都避而不谈,还取消了那篇置顶。 一是我知道自己失败了,很多人等着看我的笑话。 二是,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,我也不想提起。 但事情没法永远隐藏,因为很快我的IP就要换地方了。 所以还是写出来,也算是对这个账号第一篇文章的一个交代吧。 我离婚了,在一起十多年,结婚的第七年。 很可惜,这段感情走到了尽头。 我们算是和平分手,从春节后就在谈论这种可能了。 他说,不是因为我没收入和在家炒股,只是觉得性格不合,不想再坚持了。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,但我的废人状态一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 我问,如果我努力改掉自己的一些问题,重新出去找一份工作,你还想继续吗? 他哭着说,算了吧。 离婚涉及到财产分割,虽然我们好像也没什么财产,但一起在北京工作打拼十多年,总该是会攒下一些的。 之前我的工资负责生活的大开销,像房租,吃饭旅游这种。 我自己除了偶尔和朋友聚聚,几乎是没什么花销的。 近几年,每年我大概能攒下十几万二十万的样子,再早时间工资低,几乎攒不下钱,大多会交给他统一保管。 我自己手里的资产,其实就是这个股票账户,还有卡里很少的应急现金。 我没有记账的习惯,粗略地回想一下,这些年应该交给他五六十万吧。 加上他自己的收入,目前他手里总积蓄有一百多万。 他问怎么分? 我突然想到了去年看漫长的季节时,还发过感慨。 没想到一语成衬了。 如果我有着五W月薪的工作,我想我真的能做到。 可惜我没有,连正经的工作都没有。 所以,我要了二十W,这个书我认为能够维持四年的生活开销,又不会对它造成太大影响。 虽然没做到剧中彪子的洒脱,但我也尽力了。 我真心希望他能好好的,努力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立足,拥有一个自己的家,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人。 清明节回家,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和父母交代这件事。 我努力笑着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,不想他们为我担心。 但我妈还是哭了,我也很难受。 我的父母真的很善良,说到财产问题时主动说起, 他跟了你那么多年不容易,能让就让吧,不要争了。 我告诉他们,我打算离开北京,去南方找一个更宜居的地方。 虽然没说什么,但我能感觉到,这件事是个打击。 对于他们来讲,自己的孩子从小地方一路披荆斩棘,考入北京的985大学,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,进入知名大厂。 未来也一定会在这里买房定居,哪怕是多么老破小的房子,这也是他们最大的骄傲。 可是我却要离开了,灰溜溜地走,挺对不起他们的。 这段时间我就在研究地图,想找一个目标城市。 从自然环境,消费水平,生活便利这些方面考察,当然还有工作机会的问题。 按一年五大半六生活成本算,房租就不能超过三千,在杭州可能稍微有些紧巴。 成都的气候据说又不好,东冷下热的。 暂时还没结论,还要继续研究,五月份走。 最后,提前回复一个一定会有人问的问题。 未来我的打算,拿到这二十W是否继续投入股市。 这个账户一定不会再充钱了,也不会退出。 要么胜利,要么战死。 胜利对我来说,就是到一百W,可能都不够别人的起点。 如果这个梦成真了,取出五零W,先给我妈买个房子,在我老家足够一套一百多平很好的房子。 剩下的再到一百W,给我爸换一辆好车。 再然后就都是我自己的了。 我的规划呢,最近准备重新捡起工作需要的一些技能,再学习一些新技能。 先看看能否转型数字游民,做一些正经的事情,寻找一个社会身份,毕竟以后还想讨老婆的。 球友里,如果有老板需要开发一些小系统小程序啥的,也可以联系我。 在雪球坚持持盘这么久,炒股水平谁都可以嘲笑,但我的人品和背景是大家看得到的。 对于at1依然范德彪的经历,不少雪球用户发表评论。 雪球用户at闯关东了吧,看到德彪的那个帖子,真的为他惋惜。 其实,从他和妻子定的一年赌约那时起,就注定了这是一个悲剧,因为他只能赢,不能输。 带着这种压力,一年收益60%加,能炒好股才怪呢。 我一直主张年轻人可以入股市,但必须工作至上,绝不能全职炒股。 道理是一样的,就是你赢得起输不起。 很多人工作不如意,就辞职炒股,被老板炒了鱿鱼,就辞职炒股,你就不想一想,如果股市的钱这么好赚,哪里来的一赚两平七亏。 不谦虚地说,以十年以上论,我的炒股水平应该超过99%的股民,虽然我今年还是亏损的,但我仍能闲停信步,就是我每月的工资现金流,保证了家庭基本的开支,使我在股市没有任何压力,无非是大年小年正多正少的问题。 选求用户,at++++A,听我一句劝。 一,婚姻走到这一步,很遗憾。 但是这跟你接候的生活怎么过没有关系,你还得过好自己的人生。 二,离开北京没问题,留在北京,也未必不可。 但不论选择哪里定居,请一定找份正常的工作,不要被数字游民忽悠了。 不谈社保的重要性,人是否工作都是两种状态,自媒体不是工作,帮人写程序也不是工作。 三,炒股不需要太多精力,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。 选求用户,atChinaLong,很遗憾以这种方式认识你,也才发现你竟然很早就关注了我。 打赏现额了,尽点心意吧。 男人不能没有收入,也不能被生活打垮,可以陷入困境,但绝不能认输。 更别说躺平了,如果物质受挫,精神上给对方多付出一点吧。 你夫人能陪你十几年,说明不是那么势力的女人,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,而不要尝试努力做洒脱的模样。 承认自己远比滤镜自己难以万倍。 我曾经远比你艰难,但夫人能义无反顾支持我走下去,不论是创业还是炒股,支持我不是因为我能有什么成就,而是我永远在奋力拼搏和在想各种解决困境的办法。 在外受挫了,在家庭里多付出一点,对方也能感受温暖。 炒股真的不适合很多人,会自然地把它当成逃避的工具。 认真找份工作吧,比炒股重要。 祝福,好运。 雪球用户,at心灰雪业,你还是先回去上班吧。 首先,上班和炒股并不冲突,工资的现金流不仅是助力,还是底气。 一份年薪50万的工作,相当于1000万债券或者高股息率的股票在手。 其次,也是最重要的,再加炒股,并不能加速你的认知、提升和成熟。 因为一个人认知的提升,就是需要时间和阅历的积累,然后才有感悟和突破。 其实来自职场和社交的阅历输入,对认知提升也很重要。 感谢观看